书法幽有三种 一种是《潮书》、《启书》、和《贤书》 《潮书》是写了一些 很了草的,很多人看的 《启书》是真启 我现在写的是《贤书》 《潮书》一半是草的,一半是真启 普通是这三种 写书法最重要是 有耐性的写字 没有耐性,写不到漂亮的字 所以写什么来说 我写了大概有两年的时间 停了一段时间,没有写 现在要慢慢写回 这个是《潮书》,你不能停了 你一停,你又怎样说 一停,你又会烂多一点 所以不能让你停 就是要继续练 书法不就练这个 叫做《潮书》 书法本人就是先前 后先前 慢慢继续学 希望写得到漂亮一点 你写得漂亮一点 所以你就要用心去念那些字,用心去写 现在比较少的人学,比较少的人写 因为学厂好像比较没什么注重 尤其是现在的科技,没有什么用心去写一些书法 觉得写书法好像很麻烦 希望诗馆和老师能够教学生写一些书法 写那个差不多好像对年 好像佳和万世心,春暖花开 一种猴的对年 我准备了 我准备了 你我准备了 我准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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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自己强远